台灣噴射機球星張宗憲 涉毒招逮 任了好奇才稀 戴著口罩面對問題 不乏一餘 效力ABL寶島夢想家的張宗憲 他因為驚爆涉毒招逮 檢察官開庭後將他限制住居 而且你還是國家隊員成員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31歲的張宗憲 有台灣噴射機之稱 現在效力於 ABL聯盟的寶島夢想家球隊 身高192公分的他 在球隊擔任得分後衛 他今天凌晨12點多 搭計程車行經市民大道 跟復興北路附近 遇到警方領檢 因為沒系安全帶被員警請下車 他突然交出身上 含有大麻成分的電子煙 向警方聲稱 是前幾天參加派對朋友給他的 他出於好奇才稀食 警方因此將他帶回偵訊 接著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將他移送台北地檢署 由於他向檢察官全任了 檢察官訓後將他限制住居 你身為一個籃球員叫隊嗎 張宗憲籃球生涯 可說是起起伏伏 20歲就打進台灣籃球國家隊 還曾加入中國跟菲律賓球隊 2015年到2017年 他殷商陷入長達兩年的低潮 直到在2016年以SBL選秀狀元加盟富邦 卻又運動傷害纏身 在開刀及努力復健下 目前效力於ABL聯盟寶島夢想家 好不容易又站露頭腳 沒想到這下卻驚爆染毒 而他被檢察官限制住居後 球團立即發聲明將他即刻開除 張宗憲因染毒斷送他的籃球生涯 動物新聞台北報導